佛陀如何能帮助我们,仅仅祈祷佛陀,就能让我幸福快乐,心想事成,甚至成佛吗? 所以我们能把我们非正乱的其他人所谓,即使我们能完成任何重要的物丹真实。 在那里,我们能学习的关系来,我们能为何我们 stealing,想法呈祷。 在佛教中,我们不像一位外在众生祈祷,我们祈祷自己,我们发愿。 佛陀向我们展示了乐与苦及由自己的行为所造,而且他还展映了解脱之道。 在佛教中,救度之道是帮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。 幸福快乐并非来自求神、求佛,我们不会如同获得礼物般获得幸福快乐。 我们必须自己努力,让自己幸福快乐。 如果我们发展基本的人类品质,比如爱就能实现自己正寻求的目标。 解脱自心并获得幸福快乐,不会来自于我们的外部。 诚然,作为佛弟子,我们相信祈祷是俱利的。 我并不是说祈祷和仪式不起作用,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们。 但主要的因素还是来自自方,即来自我们自己的努力。 撒加赤千法王摘自人类的本出善与精神之道。